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生财富首席经济学家 管清友运游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后 其代表作有石油的逻辑和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等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沟通观点 交流思想 一个是我们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 大的经济背景是什么 第二个是我们资产轮动呈现了一些什么特点 第三个就是涉及到我们资产配置的一些具体方式 标的 我们宏观经济呈现出一些什么特点 总体运行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资产配置做投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应该说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的宏观经济确实呈现出一些新的状态 那么我们今天称之为叫新常态 用我们现在官方的语言讲 叫三期叠加 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等等 这些数据来描述 那么这些描述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增长总体上比较低迷 这确实是在新千年以后 特别是08年以后我们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就是通胀率比较低 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的迹象 当然这里的通货紧缩不是严格意义的通货紧缩 它实际上是一个表现在一般消费品价格略有通胀 又表现在工业品价格上 其实呈现价格连续下跌的这么一种双重特征 这种经济增长的低迷可能是比较长期的 这和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看到的经济波动周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再迎来一轮经济的这种大反弹 甚至反转 然后再出现所谓经济的上升 繁荣衰退 萧条 这么几个过程可能在最近的几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阶段和以往确实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么造成今天这种经济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人有解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 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13年14年是非常重要的关节点 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在2013年出现了一个拐点式的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了峰值 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变化呢 也标志着整个世界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 大家可能说这个人口对经济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 是的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可能决定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它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并不是说你通过马上调整人口政策 就能够改变现在这种状况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能不能由其他国家来替代 比如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到达了一个峰值 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 能不能弥补中国的这种人口红利的这种消失呢 现在看也不能 我们看到印度 东南亚 非洲 应该说这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希望能够替代中国 弥补所谓整个全球的人口红利的这种消退 但是我们知道印度也好 东南亚地区也好 非洲地区也好 那么他们在硬件的基础设施设设计 软件的制度建设这方面 其实跟中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 恐怕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没法替代中国 或者说这些地区的人口红利的释放 还没法弥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当然1314年这个时间节点也意味着 整个全球的经济它的基本动力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种动力的变化也是一个长期的 还意味着我们长期来看 无风险收益率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人口逐渐地步入老龄化 实际上日本已经老龄化 欧洲正在老龄化 美国也将逐步地步入老龄化 那么中国也是如此 所以这一次和以往确实不一样 我想体现在人口这个因素上的原因 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但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到 我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是导致我们08年以后 应该说比较长一个时期经济持续低迷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也有短期原因 短期原因我们看金融危机之后 房子上泡沫破灭 美国出现了银行业的危机 欧洲出现了主线债务危机 那么日本应该说经济持续地低迷 安倍经济学试图重振日本经济的努力 现在看收效甚微 挑战很大 由于它宽松的空间已经不大 导致日元持续地升值 这实际上是事与愿违的 那么怎么样走出现在这种局面 以什么方式走出 在投资领域会有什么机会 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从现在看 实际上现在的世界各国的当政者和经济学家 也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 比如欧洲 那么除了量化宽松 零利率负利率政策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美国美联储在进入一个弱加息周期之后 对于加息仍然是甚至又甚 为什么经济复苏实际上非常不稳固 通胀也没有原来预想的那么高 日本我们看它的量化宽松也做了几年 所谓安倍经济学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农院 一直在践行它的理论 那么总体看收效甚微 应该说在这里头 中国是最有条件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 那么中国走出经济困境 实际上也有利于整个世界走出困境 为什么呢 我们还有很多潜力 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市场 有东中西部的地区差距 有城乡差距 那么这些差距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是我们的挑战 同时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力 那么既然我们有潜力 所以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确实有可能走出一条 所以有中国特色的这么一条路子 同时给世界带来新的增量 2015年中国一二季度GDP增速超过7% 然而第三季度却下滑至6.9% 全球保险巨头德国安联集团 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海瑟博士表示 预计今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 将从去年的6.9%放款至6.5% 尽管GDP放款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国际经济形势复杂 但新兴产业如互联网 锂电池 智能制造等 都在上半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如新能源汽车 今年1至6月 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7.85万辆 同比增长三倍 产销两望的新能源汽车 也在16日在二级市场上 新能源汽车概念股近期也集体飙升 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亮点 从整个2016上半年的业绩表现上来看 新能源板块55只个股中 37只个股一季度实现业绩增长 此外 在这场经济转型中 生物医药 教育等行业的提升空间也很大 那么 在这种大的经济背景下 资产轮动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名声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管清友将继续为您解码 不妨梳理一下 最近几年资产是如何轮动的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条主线来 其实2012年以后呢 我们看到整个资产轮动 确实很难抓到主线 市场的分歧其实也特别大 我觉得主要驱动里来的一个杠杆 也就是说2014年资产轮动进入一个杠杆化的过程 那么2015年6月之后 整个股票市场异常波动 这种杠杆化的轮动又到了哪个领域呢 到了债券市场 实际上我们知道 14年以后 整个股票和债券都出现了一个牛市 所谓股债双牛 这种情况 那么2015年的7月份开始 债券市场的杠杆又非常明显 大家注意 我在股票市场和在债券市场 都强调了杠杆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一些城市 房地产也出现了杠杆化的情况 那么从2015年的四季度开始 一些地方的PPP项目 也出现了杠杆化的情况 就是商业银行把资金投入到这个领域里 所以杠杆化是我们这一轮 资产轮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包括最近大家看到的 黑色商品期货价格的剧烈波动 先是大量的资金涌入 然后炒高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 又出现比较剧烈的这种下跌 当然期货市场本来有杠杆 但这次杠杆可能更大 所以我们看到大商所 上海的期货交易所 也开始提高手续费 来限制这种杠杆化的这种交易 所以杠杆化是这一轮资产轮动 应该说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实际上是短期化 为什么会短期化呢 因为大家预期不明了 经济波动 反弹的力度不大 企业盈利的改善 并不像大家预期的那么好 所以大家都想挣快钱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让资本升值 所以出现了短期化的那种情况 那么这个表现在整个15年股票市场 和债券市场应该是非常明显 现在我们也看到进入16年 债券市场的泡沫也开始释放风险 因为收益率下降得太快 那么国家有关部门 实际上及时的应该说遏制住了 在一线城市的杠杆化炒房的这种趋势 那么下一个 我觉得杠杆化会出现泡沫的领域 可能会出现在很多PPP项目上 当然有人会问 如果我是一个偏重于投机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者 我喜欢这种高风险的这种投机 我是不是可以抓住机 我就是可以的 所以我刚才讲 投资者自身的定位和投资风格 是决定了你投资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黑色金属 黑色商品期货 从2015年的年底 实际上交易员们 已经开始注意到什么问题 可能由于1415 两年的库存趋势 一些周期类的产品 比如说煤炭 钢铁 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 就是库存比较低 价格达到底部的这么一种迹象 所以15年底 股票市场已经反映出 这些商品价格会有一个反弹 我个人观察来讲 我们国家经济的这种反弹 可能持续性不强 因为这一次总体上是靠什么 就是一季度大量的信贷 新增信贷创造历史新高 同时审批项目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一些PPP项目 通过这种方式来拉动经济 那么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迹象 就是政府性的投资增速 远远的高于民间投资增速 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 在稳增长过程当中 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 民间投资是稳增长 调结构 促就业的支撑力量 2016年投资数据公布 2016年的1至4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增速由去年底的10% 略升至10.5% 其中政府投资由去年底的9.5% 猛增至20.6% 民间投资却由10.1% 下跌至5.2% 民间投资大幅下滑 主要表明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档下 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不足 对未来的投资回报仍存有担忧 甚至部分招养产业 如养老行业 包括养老社区 城市老年公寓等项目 也出现了民间投资 积极性下降的问题 今年5月 国家发改委也称 将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但该行业也同样面临 前期投入大 投入周期长等问题 那么这波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反弹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在朝阳产业也面临各种各样困境的情况下 个人投资者投资哪些领域更安全呢 名声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管清友将继续为您解码 这种经济反弹会反弹到什么时候 我想基本上要到二季度末 到三季度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 小幅回落的这种迹象 或者说基本持平 边际上没有更大的改善 而对于二级市场来讲 对于经济的这种所谓反弹 然后边际上没有太大的改善之后 它会有充分的预期 也就是说企业盈利略有改善 股价略有反弹 但是持续不强 那么这个时候二级市场 还会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 自己的一个选择 那么下面涉及到第三个方面 就是在经济运行 基本上呈现一个波动不大的背景之下 那么资产轮动又非常快 我们下一步投什么 我想这跟投资者个人的定位 你的投资风格 确实会有很大的关系 不妨把几个主要的领域 给大家梳理一下 先说房地产市场 实际上中国现在确实是迫切需要达到新的资产池 以承载过剩的流动性 当然过剩的流动性 怎么去表征 是用MR比GDP的比例 还是用社会融资总量 还是用新增信贷 还是用我们整个金融衍生品的规模 其实有很多衡量方式 那么流动性过剩应该是给大家的共识 房地产也是作为承载流动性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池 但是我们知道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进入了一个拐点 这种拐点也是一个长期的 所以从黄金时期到白银时期 野蛮生长的阶段过去了 而房地产市场内部 本身它区域分化色彩又非常浓重 一线城市 1.5线城市 实际上它相对于我们说 二三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 发展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 这跟我们的地区发展不均衡 跟大城市的资源区积能力是有关系的 所以房地产整体上作为一个资产池 我觉得它的容量是有限的 很难说90年代末期那种 房地产作为一个主导行业的这种发展 然后吸纳了大量流动性 我们很难出现的那种情况 这是第一个资产池 第二个资产池是股票市场 应该说中国的正确化率 相对于美国 日本 韩国 包括台湾地区 我们是偏低的 那么这表明我们的股票市场 其实发展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但中国的股票市场 它也有现实的障碍 由于我们特定的发行制度 特定的监管制度 导致相对于其他市场 我们整体的估值是偏高的 那么这就需要逐渐地从现在的核准制 过渡到注册制 但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 推动注册制的经验来看 注册制的推进过程当中 确实都出现了一个估值整体下移的过程 这个我想大家是有共识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容量空间 但是有现实的梗阻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经常讲 问题从来不是被解决的 而是被遗忘的 可能我们要另辟蹊径 也就是说在发行制度上 我个人一直是建议采取双轨制 也就是说在现在的存料一股市场上 继续采取原来的制度 逐步地增强发行制度的市场化 信息披露严格规范 退市制度严格规范 同时我们在新三板市场 推行注册制 这样发行制度 采取一个双个制的这种办法 逐步过渡 很多人批评说 这种办法好像不行 这是不是会引起一个套利 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讲 有制度套利就意味着监管是不完善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推行双轨制的 那么好 三板市场会不会有容量呢 从现在的市值来看 三万亿市值 应该说它的容量是有限的 现在挂牌企业7000家 流动性还很成问题 至少现在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资产池 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但现在满有一个好处 就它有很多制度红利的释放 它是可以逐步的推进 是可以有增量的 比如说作者商的扩为 连续竞价的推出 投资门槛的降低 我们在二季度可能会看到 基础层和创新层这个分层标准的推出 那么这实际上是制度的这个增量和红利 也就是说它是有可能通过制度上的一些设计 逐步的把整个新材码变成一个重要的资产池的 现在挂牌企业7000多家 里头不乏很好的企业 那么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处于基础层的企业 是按照VCPE的投资方式 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VCPE这样去投资 那么处于创新层的企业 通过制度上的改进增强它的流动性 是按照二级市场这样的一种投资方式 也就是说基础层和创新层有一个分化 有一个区分 甚至条件乘除的时候 我觉得在创新层里头 还可以再分一层 就是推出精选层 完全按照二级市场的投资方式去运作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新三板市场 它是有空间 现在还不行 有很大的制度改进的空间 让它成为一个重要的资产池 当然涉及到资产池 还包括债券市场 我们也看到监管部分 实际上在大力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 这也是企业从现金融资 到直接融资转变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还有一个资产池 其实我想非常重要的是艺术品市场 艺术品市场实际上 它是一个个性化比较强 非标准化的那么一个市场 那么这并不适合 绝大部分的投资者 它可能适合有一定专业基础 或者你本身确实非常喜欢 艺术品这样的一个投资者 这里头应该艺术品市场 已经经历了七八年的一个调整时期 那么它最重要的应该说 稀缺 唯一 而现在来看大量的流动性 没有地方可去 那么很多人愿意投入到 非标准化的这种艺术品市场 我想这也是一个特点 最终就是说 我们罗列这几个资产池 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真正能够吸纳流动性 成为大的资产池的 我想还是要依靠 我们政策上的变动 我们还有很多管制领域 这是我们涉及到国内的一个投资 其实海外投资 我觉得总体上也是值得关注 海外投资涉及的产品 方式也非常多 我举其中一条主线 应该说整体上 人民币币值现在是比较坚挺 所以现在很多人讲 中国人在买下全世界 当然我们币值 确实还是有贬值压力 所以人民币现在到各地买东西 实际上是很便宜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切身感受 那么这个时候 利用人民币币值比较坚挺这种特点 在海外配置一定的动产 不动产 包括金融产品也是必要的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我觉得就是分散 大家说不要把鸡蛋 装到一个篮子里头 这个其实也不进而足 比如说你可能对这些领域 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 那么你完全可以 做一个分散的配置 但是这里头也有个问题 就是你不动产和金融产品 如何去区分这个比例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总体进入一个所谓增加金融资产配置 减少不动产配置的阶段 那么总体趋势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必须考虑到中国的信用体系 还不完善这种特点 所以一线城市的不动产 其实仍然是一个不错的这种选择 这是从分散的角度 另一个方式实际上是集中 那么这个对于有一定行业背景 有从事行业投资的人来讲 我想可能是比较好的想法 比如说你是一个医药行业的从业人员 你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可能很多年 那么你现在来做投资 那当然要把鸡蛋放在这一个篮子里 因为你太熟悉了 那么分散和集中 我想根据不同的投资者 不同的情况去做一个判断 那么今天是把经济走势 资产轮动的一些特点 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那么在资产配置这方面 也把不同的资产 这些新的特点 帮助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希望能够给大家这个投资呢 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讲到不对的地方 也请大家批评准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